原來那個翁翹雖然是宋莊宮派來的, 又是專門來監視債粥的, 但自從跟債粥的女兒結婚以後, 夫妻恩愛, 兩夫妻感情很好, 現在回到家見到自己的妻子, 突然想起快要殺死她父親, 故此心中不安, 走也不是, 站也不是, 那位翁氏十分賢淑, 為人又聰明, 見到自己丈夫神太有意, 就問她, 朝中今天發生什麼事? 寫到你心神不定? 噢,沒事沒事, 你不要騙我了, 未察其言, 先觀其色, 只是看你的樣子, 我就知道朝中一定有事了, 你我夫妻恩愛, 有什麼事都跟我說, 大家有難同當, 有福同享, 有什麼事說出來一起商量一下, 沒有, 近來朝中事情煩多, 比較費心, 主公要你父親過幾天, 去城外東郊安撫軍民, 到時要我安排酒席, 宴請你父親, 故此忙一點, 哎呀, 自己親戚, 安排酒席也不用操心, 是呀, 那要不要在郊外來現請父親呢, 在城裡不是更方便, 這些是奉主公之命, 哎呀, 你不要問那麼多了, 那個債事一聽, 為什麼這麼古怪呢, 為什麼說奉主公之命要在郊外來現請父親呢, 為什麼自己丈夫又叫我不要問那麼多呢, 難道裡面有什麼事呢, 你想再追問嘛, 那個債事呢, 吾聲吾氣, 一個人在說, 猛的喝酒, 喝到爛醉如泥, 躲在床上就睡著了, 債事就小聲問他, 喂, 喂, 看看你呀, 只是顧著喝酒, 喝到醉了, 主公叫你做的事, 你不記得了嗎? 哎呀, 記得, 怎麼會不記得呢, 過幾天殺債族這麼大件事, 都會不記得嗎? 嗯, 別吵我睡覺啊, 債事一聽, 哎呀, 原來自己丈夫要殺死父親, 這件事怎麼算好呢? 一個是養大自己的父親, 一個是自己心愛的丈夫, 如果揭發丈夫呢, 就一定去斬頭, 只包庇丈夫呢? 父親就一定沒命了, 哎呀, 面對著這兩個人, 隨便要死一個了, 那這回怎麼好呢? 債事就足足哭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 翁腳走醒了, 債事就問他了, 哼, 你想殺我父親是不是? 我知道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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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亂說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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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說一通啊,你, 哼, 我就沒有亂說, 你昨晚喝醉酒亂說, 說出來是真的, 翁腳一聽, 當堂冷汗都飆了, 不知道說什麼好啊, 隔了一會兒, 他就問自己老婆了, 那,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事, 那你又怎麼辦呢? 唉, 在家重複, 出嫁重複, 我都嫁了給你了, 那就一切聽從你起了。 雙腳見到自己妻子 對自己禁死心塌地, 就一五一十, 從頭到尾都說了給雍氏聽, 雍氏就說, 唉呀, 那, 那就怕萬一父親那天不去, 那就計謀失敗, 那不如讓我先回外家, 一來打聽動靜, 二來想發指, 慫恿父親去吧。 好啊, 這件事不得了啊, 如果走流了風聲, 我們就家破人亡, 死無葬身之地啊, 那如果大功故城呢, 我就升爲尚兄, 那那時候, 你都安享榮華啦。 大事果然馬上回到外家, 那天呢, 整天都沒有見父親面, 他就問他母親, 母親就說, 唉, 你爹啊, 整天操勞國事, 從早到晚, 食無事, 睡無後, 又擔心要送國入侵, 晚上連睡覺都睡不著啊, 這麼大年紀, 又不聽別人的勸, 真是擔心他的咯。 那個庸氏知道自己父親, 忠心耿耿, 這麼辛苦來為鄭國操勞, 啊, 那個鄭凸還要殺了他, 庸氏就心中不平, 想把這件事報給自己父親知道啊, 但是又不捨得要殺死自己的丈夫啊, 那心就十五、十六, 吃飯的時候呢, 娘母女就坐在一起, 那個庸氏就問自己母親, 父親和丈夫, 那誰親的呢? 唉呀, 你這個女兒真是呀, 這樣都拿來問的? 咦? 兩個都這麼親? 那, 那, 那如果兩個比較起來, 哪個親一點呢? 那便父親親過丈夫了, 咦? 那, 未嫁的時候呢, 那女兒是由父母撫養的, 沒有夫, 就先有父親嘛, 嫁了出去, 那就算將來丈夫死了, 那還可以再嫁, 那父親死了, 就永遠沒有的嘛。 母親的一番, 閒談本事無心之言, 之言者無心, 聽者有意嘛, 一番話就點醒了個女兒, 債子雙淚直流, 一邊哭一邊說, 唉呀, 這次為了救父親, 我不理得丈夫那麼多了, 就將她丈夫勾結鄭特, 要殺害父親的陰謀說出來, 母親一聽, 就聽到嚇到飯碗都掉了落地, 即刻和庸氏一起找債粥, 債粥聽完他們說, 就吩咐他們不必敬放, 千萬不要走漏風聲, 到明天我自有辦法處置, 第二天一早, 債粥就帶著十幾個親信, 個個都是武藝高強的, 身藏尼刀, 貼身跟著實來保護, 另外派一個心腹, 帶領百幾個武士, 如先去郊外迷伏定, 準備接影, 債粥就裝作武士似, 起承去到郊外了嘛, 剛剛走到半路而已, 那女婿翁絞就來迎接外府了, 說要在郊外撤了一席酒, 來到孝敬外府, 債粥就說, 為了郭士奔走, 理所當然啊, 何必這麼客氣啊, 不是, 郊外風景這麼好, 今天天氣情和, 準備一席酒來孝敬老人家而已, 說完呢, 郊外傭就請債粥入席, 倒滿了大杯酒跪下, 雙手遞給外府, 滿面笑容請外府大人喝酒, 債粥就嘎嘎嘎嘎, 扶回女婿起身, 一手扶著郊外傭, 一手就拿著酒杯, 突然把酒倒倒在地上, 哇, 當堂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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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說, 如果吃下肚子, 腸都醃爛了, 雙腳見到事情敗了, 想走, 怎知債粥已經一隻手捉住他, 大聲哼, 你居然敢害我, 人來, 債粥那十幾個隨從一湧而上, 連刀就把雙腳殺死, 雙腳也帶了一班人來防備萬一, 見到雙腳被殺, 就衝上來想殺債粥, 債粥的親信已經帶了百幾個武士 埋伏定在那裡, 一下子就包圍上來, 一望打盡, 那時候, 鄭凸還在皇宮裡等候消息, 這麼久還沒有回音, 就派人去打聽, 直到雙腳被殺, 嚇得他臉色都變了, 立即逃走去蔡國, 債粥也沒有派兵馬去追他, 立即派人去衛國, 迎接世子鄭忽回來復衛, 債粥了這件心事, 不聲感慨地說, 接世子回來做國軍, 老夫也沒有失去信用, 還對得住去世的鄭莊公, 那世子鄭忽呢, 那時候為國避難, 忽然債粥派人, 接他回來做國軍, 真是好像發了一場夢一樣, 即刻起程回來鄭國, 債粥帶領民武官員出城迎接, 債粥跪在鄭忽面前再三謝罪, 怪自己在宋國被迫廢世子, 立公子特的事, 世子鄭忽明知道這件事都不能責怪債粥, 這次呢, 又是債粥連自己女婿都殺了, 趕走鄭忽, 這樣才接自己回來復衛的, 所以呢, 也沒有怎麼說話了, 軍神相見, 就一起回去營養, 現在鄭忽又試做鄭國的國軍, 鄭忽這個人呢, 確實有點小器, 不過有時想起來又責怪債粥, 為什麼他要遷就他送公呢, 將自己趕去衛國, 立了自己弟弟公子特來做國軍呢, 軍神之間呢, 就各有心事, 鄭忽對債粥呢, 就沒有舊時那麼尊敬了, 有時態度很冷淡, 債粥呢, 又覺得自己含羞忍欲地為了鄭忽, 啊, 反而不備諒解, 也有點心淡了, 借意說年老有病, 就很久都沒有上朝理事, 我高拒你呢, 蘇萊是最生氣鄭忽的, 又知道鄭忽對自己印象不好, 所以他處處提防, 暗中就收養了一批亡命之徒, 一來是保護自己, 二來呢, 等到一有機會呢, 就殺了鄭忽, 另立公子美為軍, 那時候呢, 鄭忽呢, 就被債粥趕走了去了蔡國, 那鄭忽的心就是不服氣的, 就勾結了蔡國, 攻打入鄭國的邊境, 佔領了匿城的地方, 想拿那裡做立腳點來擴大地盤, 想打進營陽來搶奪王位, 債粥雖然有些心淡, 很久沒有上朝, 這位老臣呢, 心中還關注著國家大事, 還處處為鄭忽著想, 他一知道公子特借蔡國兵力, 攻進來鄭國, 佔領了匿城的地方, 大吃一驚, 現在宋國還在此虎視眈眈, 自己內部又作亂, 那鄭國就危險了, 他就立刻品咒給鄭忽知, 親自帶領兵馬去邊疆布置兵力, 來防止公子特的反盤, 搞定了, 然後他自己又去齊國, 去見齊相公, 想說兩國友好, 來防止宋國的入侵, 唉, 古語說, 智者千類, 別有日實, 債粥蓋世聰明, 唉呀, 他只是顧著公子特會作亂, 經常怕著宋國打進來, 他忘記了身邊這條毒蛇高渠尼, 高渠尼準備了很久了, 只是因為這位老臣債粥在朝, 他經常怕著他, 所以不敢動手, 現在債粥要去齊國, 有陣子都不能回來, 機會難得, 他一面就派人偷偷把公子美子奔回來, 然後就佈置那幫手下, 趁著鄭忽有一次去郊外拜祭天地的時候, 在半路就殺了鄭忽, 強硬說是被強盜所殺的, 接著說國不可一日無君, 就立即立了公子美為君, 這位鄭忽, 當年不願依仗婚姻來換取榮華, 說大丈夫自在自立, 他都算是有抱負的人, 南征北戰亦立過不少漢馬功勞, 而他憂由寡斷, 明知道高渠利這個人靠不住, 他依然任由掌握大權, 結果自受其害, 也確實可惜, 高渠利立了太子美為君, 立刻就召債叔回來, 債叔回來雖然心中懷疑高渠利殺鄭忽, 立公子美, 但是高渠利予亦已成, 想要剷除他也不是那麼容易, 債叔只好暫時沉著起, 公子美雖然做了國軍, 但是債叔鄭國的功臣, 又罪有威望, 所以暫時也不敢對債叔下毒手, 依然派債叔和高渠利一齊來管理國家大事, 但是鄭國的百姓, 對公子美和高渠利殺了大老鄭忽來做國軍這件事, 人心不服, 諸侯也議論紛紛, 那時候齊國, 齊希公死了, 是齊襄公繼位, 齊襄公的名聲極壞, 又是個出名的暴君, 國內國外都不服氣他的, 他想做幾件轟轟烈烈的大事, 來到嚇人, 莊點門面修復人心, 鄭世子曾經幫過齊國的忙, 齊國的百姓也很感激鄭忽, 現在齊襄公就想到了, 公子美殺了鄭忽來搶奪皇位, 這是罪犯中怒的, 不如就找公子美來開刀, 借此標榜自己能夠主持正義, 為鄭國除奸, 於是他想了一條計謀, 他先寫一封信給公子美, 約他來齊國商會, 說要跟他撒血為盟, 公子美一收到信就十分歡喜, 這回如果齊國能夠跟鄭國結盟, 那鄭國安如泰山, 誰都不怕了, 公子美就叫齊足和高渠尼兩個 一起陪他去齊國, 齊足就假裝說忽然有病, 不能去, 公子美就跟高渠尼兩個 帶領大奔, 隨從就起程去齊國, 鄭國的老將元凡, 和債足交情很深, 他見到債足遲不病, 早不病, 現在忽然有病, 一定有文章, 他就靜靜去債足家, 說名探病, 兩個老臣就在密室來談心, 緣凡就開門見山地問債足了, 你一直都主張聯合齊國 來對付宋國的, 為何這次這麼好機會, 你又說有病不肯去呢? 高渠尼這個人陰險毒辣, 你都不是不知道的了, 如果這次聯齊成功, 豈不是更助長高渠尼的勢力? 高渠尼這次恐怕有去無回了, 為甚麼呢? 道理這麼淺你都還不明白呢? 齊相公這個人凶狠殘暴, 齊博也是大國, 他剛剛接過國軍之位, 必然想獨霸一方, 稱霸於諸侯, 世子鄭忽, 曾經幫過齊國打過北, 融立過大公, 齊國百姓蘇來, 敬仲鄭世子, 現在公子美殺輕散衛, 齊相公一定是拿公子美來開刀的, 大國這麼好心來到拉攏小國, 二大結小, 必有奸謀, 這次他軍臣兩國, 必定難逃一死的了, 說, 袁凡一聽, 謊言大悟, 哦, 他們倆確實是罪有應得, 如果真的照你這樣說, 那鄭國又立哪個維軍好呢? 那應該立公子儀, 鄭莊公在世的時候已經說過, 說子儀有國軍之風, 兩個老臣談到半夜, 袁凡臨走的時候就說, 人人都讚你的老家伙, 足智多謀, 尿師如神, 這次就試試看你, 看你說得準不準, 債粥就微微笑, 不用多久就見公了, 現在又說齊國那邊, 公子美和高渠利高高興興來到齊國, 要和齊相公撒血為盟, 舊時所謂撒血為盟是一種宣誓儀式, 拿一盆牛血, 大家拿牛血塗進口唇裡, 然後就發誓, 意思是說, 如果不遵守誓言, 就像畜生一樣被人劏的血給人吃, 其實這些所謂撒血為盟, 無非是裝模作樣的, 你就說春秋時期, 那些諸侯, 今天甲同月撒血為盟, 一起對付炳, 明天就月同炳又撒血為盟, 一起對付甲, 說得通俗些, 不過誓願當吃生菜一樣, 有些人誤會, 以為撒血為盟, 用刀仔插在手上發誓, 那些諸侯, 整天撒血為盟, 多少血夠他流啊? 好, 現在是言歸正傳, 又說齊國鄭國兩國國軍, 準備舉行撒血為盟的儀式, 兩國國軍坐在一起, 下面的徐松捧著一盆牛血, 準備舉行儀式, 齊雙公忽然一手拉著公子美, 轉個身來問, 善君鄭忽是怎麼死的啊? 公子美一聽這樣問, 作賊心虛, 怕他都不會說話, 高渠利就說, 善君是因病去世的, 是嗎? 我聽說是半路被人謀殺的啊, 高渠利看見他遮掩不住就說, 哦,這樣啊, 本來善君已經有病了, 中途遇刺, 故此受驚恐, 急病而死的啊, 笑話, 身為國軍, 遠行必有護衛的, 這麼容易被強盜衝到身邊的啊? 高渠利又答辯, 是這樣的啊, 先君很多兄弟, 兄弟爭位, 各有私黨, 乘機來行刺, 實在是很難防備的啊, 齊雙公又問, 那麼殺君之賊, 捉到沒有啊? 咩咩, 咩咩, 至今還在這裡緝拿, 還沒捉到, 哈哈哈哈, 還用不著捉啊, 空手就在眼前, 高渠你, 你身受國家著衛, 因為私人恩怨居然謀殺國軍, 在寡人面前你還敢抵賴? 寡人今天為你先君報仇, 左右, 讓我綁住他, 兩邊早已迷伏了大批武士, 一齊撲出來, 用繩就綁住高渠利, 公子美那時候呢, 就怕得魂飛魄散, 即刻傷失下個衣, 你一直叩頭, 來哀求齊相攻, 這件事是高渠利一手造成的, 與我無關的, 與我無關的, 求放過我一命啊, 齊相攻就奸笑兩聲, 嘿嘿嘿嘿, 你既然知道高渠利所為, 那為何你當時不捉他來問罪呢? 好了, 你去炎王面前和高渠利兩個爭辯清楚了, 方元向著左右一招手, 兩邊武士湧上前, 亂刀就將公子美斬死, 齊相攻那時候又問高渠利, 怎樣啊, 你那位國軍已經死了, 你想生啊, 還是想死呢? 高渠利自己知道實死無疑的了, 他就說, 我自知有罪, 但求快點死, 快點死? 哎呀, 那你又沒有死得那麼容易啊, 日刀過便便宜了你, 好, 我就用五牛分屍的刑法來賞賜給你了, 這種五牛分屍的刑法呢, 是周朝用來維持他統治的一種認真殘酷的刑法來的, 他用五條繩, 就綁著犯人的頸和手腳, 然後呢, 用五隻牛, 就拉著五部冰車, 就將綁著犯人的五條繩, 就綁在冰車的車尾上, 然後找些兵線出力來邊打那五隻牛, 那五隻牛就拉著五部冰車, 就向著五個不同的方向來奔跑, 就強硬將犯人撕成五訣, 那齊相公就用五牛分屍這種殘酷的辦法殺了高渠利, 他還到處宣揚, 自己對待亂臣賊子, 處以極影, 為鄭仙君報仇了, 接著又派侍者去鄭國, 說已經代仙君報仇, 殺了亂國侍君之賊, 請鄭國改立新君, 從此齊鄭修復舊好, 原凡知道這件事後, 對債族真是佩服到五體頭地, 啊, 債族真是足智多謀, 我比他來差得遠了, 公子未死後呢, 鄭國那群大夫就好像商量, 立哪個為國軍好呢? 有些人主張, 既然公子特已經回來了, 在匿城那裡, 不如就近接他回來接位吧, 債族就說, 這些人還要回來呢? 叫他回來, 那就羞辱祖宗了, 不如就立公子儀吧, 原凡也贊成債族的主張, 於是就派人去陳國, 接公子儀回來做國軍, 債族做上大夫, 原凡做夏大夫, 公子儀做了國軍以後, 所有國家大事都交託給債族來主持, 債族對內外釋百姓整頓軍備, 對外與各國修好, 自此鄭國就得到一段比較安定的時期, 但是呢, 因為他兄弟不和, 互相殘殺, 連連內戰, 所以搞到幾乎亡國, 現在雖然呢, 就說維持著, 至已經元氣大選, 鄭莊公當年青紅一時的局面, 已經一去不復返了。